如果选速的话 有点像永恩啊 三楼 嗯 但是这样的话 感觉阵容会很拼 对 就输出的压力全给到下路 先把中路的飞机拿了 这个亮一下 亮一下 除非他是能够那种像宙斯一样 把泽力搞到上路去 但他明显是要先拿一个酒桶咬住 这个酒桶 前两天也看过这个酒桶打鳄鱼 就是昨天 就是昨天 而且打瑞尔嘛 其实也有一定Counter效果 主要 你打炸弹人的线 你就算是牛头EZ 我们传统也压不住 对 你就算觉得这个组组合比较弱 但打炸弹人也无所谓了 而且这一把EZR也是可以选择带一个TP 然后跟炸弹人对着推弯线之后回家补一波 两波半线进来直接把你越了 是 二连打一号 回阵 兑换一个余震 哦 骑回去了 好 那个点燃上来配合奥数月签 强行把暗的血量给压低 这样的话两点 看看 炸弹人也没蓝了 感觉这波真要月了 看看怎么说 谁来先手 要杀F 牛头WQ闪漂亮 一两个 但第一时间伤害不够 但是伤害不太够啊 瑞尔骑得也很好 而且帮帮挡一下技能 瑞尔把花戳掉 这波月塔还要继续吗 两个人在卡兵线 奥克走位 扭了一个W 好在杰拉最后一下是平雷补上伤害 完成了一个一块一 但我想回家再补一波 再来看一下 这波真的就是血太多了 就第一时间你想杀一个满血的炸弹人 主要瑞尔这个玉铁树 直接把牛骑在了塔下 然后再闪回来 没办法 因为这波牛头是必死的 他这样 他们的想法就是 我牛头可以死 但我要把你AD给换掉 吃完估计有个十刀左右的差距都不止 冰哥这对线压制力还是有啊 而且五分钟一到 一会儿线推进去就要准备吃爆破了 小薇这边找一个角度 知道牛头是没有闪现的 这波要动也是动牛 感觉走不掉了呀 这位置 已经死了 松松这边只能卖了 大树不给牛头W的距离 然后再捆上去 没问题 大树的细节也非常到位 先远离没有视野的草丛 不给你牛头借力打力的机会 然后等到队友进草给视野再上去捆 塔赞也来了 但这波打是打不过的 只有两个人 然后回头牌江坤 显速到了 跟过去了 Q拍一下 好在塔赞交闪 把自己拉到了安全的身位 回身想团打 六级的小虎 塔赞的纠缠之根 打出了闪现 但太远了 而且这个墙他没有相连 从结果上来看能接受 对吧一个多快 诶 站塔里了 有大 死也死不了 两段一线拉走 知道你有大 这波可能要打个踢了 因为还没回过家 冰是一条命打两条 一闪想秒 伤害计算差了一点点 来了 还有一棵树在边上 九筒一看 就你小子一个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上野哥俩来 野区连池袋拿的 大树有大 要开大保自己了 没闪的 感觉死雷啊 大树这位的感觉死雷啊 九筒还在撵 小虎超前放散 开出来 但是上路的对线优势 还是在的 你看冰哥这把的一个出装 水银鞋加提亚马特 先玩起来了 冰哥说问题不大 这头没给上路就行 大掉了 没问题 定点爆破 然后下一步就是换中路 去哪里 想先弄一波小虎 有眼的 看到了 挺进破坏者 这个位置减速到了 小虎想翻墙 这边有小薇等他 打一个闪现 小薇要闪现杯 闪现杯之后 一个Q拍回来 瑞儿也到位 金勇希回来 人头让给大鳄鱼 大鳄鱼的挺进破坏者 这一波直接让小虎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滑到墙边 但他丝毫不知大树的位置 翻墙过来 脸上有个树 大树拍一下 小虎开超线爆闪 小薇打出自己的香味猛出之后 还在拉扯 他也看到了牛头的位置 并没有第一时间较大 而且阿B已经出现在下面吃下线了 大树开大招要中塔了 这个大招的目的是让炸鱼人点到塔 酒桶一而过来 触发了自己的饥客聚合 但是这一波酒桶被毒打一套 打出一个闪现 而且把视野步过来 与此同时必要记得野斧也在宝上面去的视野 逮到了 闪现连 但伤害感觉差一点 要死一个精准弹幕直接挖死了 杰拉交一个中亚 躲了昂的进场 但上面的酒桶也倒了 而且这一波反包过来 四打四昂 还有闪现加急涌的 牛头点果子过来 直接被一口咬住 牛头开出去的大招 但牛头这个位置看起来有点走不掉了 叫停拼来救 大树捆上去 牛头的大招持续时间马上结束 林结束之前 W顶了一下顶走了阿鱼 杰拉埋在这个坑里 直接交出一个闪现 耐着踢下来 松松 这一波绝命逃生给他跑了 这波秀完了还给他走了 而且是 先看一下上半区 这大树主要是在脸上过来的 刚才 对吧 你不可能弄我呀感觉 凭什么 闪现孔党一帅 这也比较自然吧 确实也没办法 这也比较自然吧 确实也没办法 然后这位置过来一个牛 确实有点舍不得瑞尔大吸他一个 确实也没必要嘛 吸他也没用 然后塔战隔墙这大放的也很好 自己假装成一个这个buff 来了 这波交替主动做事 来自九桶的TP 奈特已经发现了身后有人的情况 来报仇了 来看一下这一波奈特怎么办 直接选择反换小虎 伤害打满 小虎这边还在走位 奈特闪现过来换掉了 而且换掉之后自己等到队友过来 不过队友有点揪不起来他了 但这一波奈特竟然在绝境下 反换掉了小虎 还是做大龙视野之后 往对方的上野去走 在BLG的部分 但是 微博也很聪明 他们让有踢的泽力一直在下面 哎 赖的被扎晕了 再来一个大 这样二塔的话有点不好倾线了 哎 鳄鱼从后面绕 交TP包 鳄鱼开大招 先生气 点一下怒气 小虎正在等自己的下一个E 还有6秒钟 鳄鱼贴脸了 挺进破坏者减速加咬 小虎交出去的水音是在加闪现 还能翻 还有爆炸果实 还有爆炸果实 爆炸果实被小虎点掉 还有T 没办法 小虎每次带线 你发现发现 就是 野区那边也没什么视野 很危险 哎 昂这个位置被打一套 玉铁树要交了 想撑核道训练线 看到大虎给大招保核蟹了 这个位置想先把核蟹的主动拳拿下来 捆到了接大招 逼塔战一个金身 翻过来去找 感觉松松有点迷路 Q闪松松一摊倒 但是被吸回来了 快点燃 松松已经是死人一个了 能锁住吗 锁不锁不锁 这个一点点血挂上的点燃 而且下路小窗口也看到了 黄尊PK 血手已经被打出来了 一个转弹冲击没中 还想再追 挺进一下往回走 因为自己的队友 在上半区可能要做事 但是 EZ交易打一套 锐儿走到脸上了 没有Q到 但是给了一个大招 大树的大过来 奥兹书越前交完 被捆两个 交一个进化 但不想捆牛 知道捆完牛 可能会被顶回去 杰拉的纠缠之根也空掉了 两边对交一波技能 但这样大树没有了大招 下一波龙团 对于WBG来说 是有机会挤口子进去的 交绕后踢了 这个踢来自于九筒 EZ把自己扎走 再交一个闪现 把这个大招拉扯完 锐儿回身体用吸到了九筒 炸弹人回身一个大招 打出了杰拉的闪现 鳄鱼进场挺进接咬 九筒先被解决 鳄鱼这边 开着自己的大招顶在前面 WBG虽然还有四人可以应战 但是这个龙魂如果拿不到 接下来的团战会非常难打 但放手一搏的问题是 这个开放的大龙地形 可能会让他们必须要被开起来 你别说这波真有机会 看一下小薇能不能抢来 要拼整了 小薇Q闪抢到了 龙是BLG的 超线暴闪开出来 RB一磁血 会被烫出自己的春歌甲 但RB还有第二条命 而且在指挥上面 拿到大龙加土龙魂 其实BLG可以选择扬长而去 他们还想利用土龙魂的护盾在拉扯 飞机直接起脸 小虎被打飞机的闪现 飞机这边跟过去两线皮 直接拿到小虎的人头 正面再一个开 流到了塔赞 塔赞也倒 最后来自RB的绕后TP 应该是要包住Lite 顺势带上路 完成一个一波了 Lite嚇死而生 往前的奥十月前 也不能拯救自己的团队 最后这一下Q成抢龙 可以说 让微博最后一次翻盘的希望 也被打碎 这样的话感觉需要一波了 虽然牛头能复活 但是这个六重加大龙半腑 应该是完全没法防守了 张丹人直接来到上路跟队友会合 微博 BLG五个人 高歌猛剑 闪现开 吉永西两个 直接瞬间融化松松 乌西这边没有闪现 也很难逃脱 那第一局游戏 我们可以恭喜BLG 打到比赛的胜利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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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